请问教导小孩读经与自己的修行应如何结合更好 教小朋友还是要以弟子归为主 弟子归在家里面 家里面的一家人男女老少女一起修 那个效果就非常之大 如果单讲小孩大人不学 小孩他也会想 你教我你自己不学 这是假的骗我的不是真的 大人自己都做到了他相信 他就会很认真地学习 所以弟子归在古时候不是教小孩的 那文字不是教小孩 弟子归是身教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它的特色就是家庭 这是外国人没有的 我们跟他讲的太不同 外国没有这个中国五千年了 所以外国人呢他看中国的历史 你看中国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的时候是动乱有战争的 但是时间都不长 这个帝王他得到政权之后了 所以开过的军王 平定了这个动乱 他拿到政权之后 至少有150年到200年天下太平 那个末代的皇帝 那个末代的皇帝大概又不熟成规 这是造了许多的物业又引起别人革命 如果他是真正守住老祖宗的教法 不会有政变的 因为中国人他受这个伦理教育 他都能够安于自己 不是实实在在太过分了 不会搞革命 不愿意作乱 这个作乱多痛苦啊 这是这个人的生命财产牺牲多少 所以不愿意作乱 除非那个政府实在不像话 所以是外国人看到中国这个几千年来 这个社会的安定都感觉的奇怪 到底是什么原因 实实在在理学研究的就是家庭教育 从小就从小孩的时候教 就教他做好人 一辈子做好人 这不是天下太平了 所以中国教育是实在讲起来 现在就化解了爱的教育 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讲了很多次 中国教育就是从五轮里头 父子有亲 那个父子的亲爱 天生的 不是哪里学来的 你现在细心就观察 观察小孩 三四个月的时候 四五个月这么大的时候 你看父母对他的爱 没条件 你看他自己虽然不会说话 你看他的表情 他对父母的爱 你从这里就看出 这个是自信 完全是自信的流露 慢慢长大了 你们又好好的教他了 他染污了 生活外面环境染污了 把天心也迷住了 就道理在此地 这个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小孩从什么时候教呢 小孩一出生 眼睛睁开他就会看 耳朵他就会听 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事 他天天在学 天天在看 天天在听 所以弟子归是做父母 做给小孩看的 是这么一门功课 所以他是深教 他不是研教 他还不懂得 就是做父母大人 在小孩面前要做给他看 所以中国这个应于所谓的 三岁看八十 你想想看 他到三岁的时候 他就有能力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所以是 少成若天心 习惯成自然 这个教育多重要啊 如果你说 三岁不就到三岁再教 已经迟了 他已经染污的根已经死了 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中国人重视教育 我是上一个星期 从台湾来的台湾一个淡江大学的教授 吴教授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他来看过 告诉我 美国的摩门教 我想可能我们香港也有 摩门教 他们很重视家庭教育 而把中国人家的家谱啊 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 他说大概有一万多种 这个是可能 因为在从前家家都有啊 有家谱啊 家谱多半都放在池塘里头啊 那这个教室有个有心人啊 那我们文化大革命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还收集这么多 听说台湾这个故宫博物院的 从他们里拷贝了一套 家谱啊 里面都有家训 都有家规 所以这个东西 要是我们把它们找到时候 收集起来 编成一本呢 那就是中国的家庭教育 那真是洋洋大观啊 弟子规是中国家教的 等于说基本的 这个必修的一部分 共同的括弧 因为每个家教 他教的教子孙的时候 跟他的职业有关系 你不是他这个经商的 他教你怎么做生意 那冬天的教你怎么样跟住 他他他他 各个行业不同啊 他他有他的空 所以那真正是是洋洋大观啊 我现在想的时候想办法来收集 这才能看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 这个教育的梗 你看他是怎么样教人的 所以弟子规是个共同的括弧 基本括弧 也就是不管你修修哪一个行业 基本的那你必须要做到 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不知道的 那么小孩都读经 一定要他把弟子规做到 做到之后 再教他读经 所以弟子规说 从前是深教 三岁还不能读经 读经大概从到五六岁 五六岁他的根已经非常好了 其中国这种教学法跟外国人不一样 外国人小时候 小孩的时候就是叫他晚 所以很活泼 那么中国从小的时候就学成小大人了 坐有坐的样子 站有站的样子 规规矩矩的 这个小孩叫坏了 你看一点活泼都没有了 天下太平是这么叫出来的 不一样啊 不相同啊 嗯